本土确诊人数持续的居高不下 外传全台第三级警戒将会二度延长到六月二十八号 对此疫情指挥官陈时中今天就表示 警戒的等级和时间以及各项的措施 将会在下周由行政院统一来对外公布 但是警戒再延长 各级学校恐怕就要持续停课了 让不少家长大喊快要崩溃了 刷卡那B呢?B在哪里? BB 好你付钱啊 拿起手机随手记录儿子学习玩乐过程 但欢乐的育儿日常却随着第三级防疫境界 延到端午节家长耐心似乎快到了临界点 像我们家小朋友现在才在三岁半 然后这是一个很黏人的时候 所以就是一整天除了他睡觉和时间一晚 他就是妈妈妈妈的一起叫玩具玩一玩不收啊 或者是就是处在电视或电脑前面就不想动的 妈妈实在好崩溃 眼下本土疫情迟迟不见趋缓 外传全台三级警戒可能还会延长两周到六月二十八号 各级学校恐怕也将持续停课 指揮中心还没拍满定案 但按照目前确诊人数天天破百的情况 六月十四号就想解除警戒恐怕有难度 家长一头在家办公 另一头还得扮演起老师的角色 家长在家就必须找一些比较有预教 娱乐的电视或卡通 让他们看 那不然就是可能要买个积木啊 或是买些书 即便在家里办公也很难转型 所以可能工作时间反而会拉个比平常的八小时 还要再更转 疫情烧得又急又快 为了全家安全 家长再辛苦也得坚强 做好持续停课的准备 咬紧牙关撑过去 记者顿之力 苏伊台北彩虹报道